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想我们很自然地可以跳到 在两千多年前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在那里也出现了一群人 他们是没有学识的小民 他们胆小 他们没有任何的身份和地位 但就是这么小小的一群人 但是他们却给身边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给整个人类的历史 给整个教会 带来了整个不停的 不断的一个的突破 一个的扩展 我想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那一颗小石子 好像一个历史的巨轮过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挡它 但是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同样的一颗石头 如果它在合适的地方 它能够改变整个水流的方向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一起去读圣经的时候 巴不得我们自己也把自己带进去 神今天也会使用我们 会使用我们来改变 我们自己的心情 心态 改变我们这个家的 整个的一个属灵的氛围 改变我们教会的一个氛围 以至于改变我们的社区 改变我们的国家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神在这里仍然要寻找 这样的一个被他使用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会来一起读一段的圣经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使徒行传》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地熟悉 但是盼望今天我们一边读的时候 我们一边也把自己带到 好像带到美门口 带到这个人的身边 来看看在他身上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好不好 我们好吧 请弟兄我们来念丹树节 姐妹我们来念双树节 弟兄先来 一二期 生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子骨 立刻健壮了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神 好的 我们圣经读到这边 那圣经在这里记载 在生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约翰就上圣殿去 那在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一天有三次祷告的时间 分别是日出下午的三点和日落 那在圣经在这里记载的 就是他们在下午三点的时候 他们要进到圣殿里面去祷告 这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是极其平凡的一天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 极其平凡的一天的里面 却发生了这么一件 非常让人惊讶 让人稀奇的一件的事情 因为在那里 彼得约翰遇见了一个 生来瘸腿的人 然后这个瘸腿的人 却能够起来行走 并且别人都看见了 所以让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整个人 生的一个 好像完全的一个翻转 那今天跟弟兄姐妹 在这里分享的题目 叫做经历生命的蜕变 经历生命的蜕变 那这个故事里面 讲到这个瘸腿 瘸腿其实是我们 每个就造生命的一种的情形 那这个瘸腿 这个人 他是生来就是瘸腿的人 换句话来说 他天生就有明显的缺陷 这里说出了 这个人的无奈 和他的无能 他的生命 没有机会可以去选择 他的生命注定了 就是一场的悲剧 他想走路 他没有办法 他需要人的帮助 他需要每天有人 把他抬来 他没有自己独立的能力 他需要依靠别人 他想站 站不起来 他想走 却不能走 《始终行传》第四章 让我们看见这个人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所以他在人生的 这四十多年的里面 他每一天 都在做重复的事情 就是有人把他抬来 他在这里做乞丐 做乞讨的生活 所以每一天 可能都会有很多人 从他身边经过 那在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常常有的一个观念 如果一个人 这个生来是有疾病的话 他们会有两个想法 第一 是这个人的父母 可能犯了罪 第二 是这个人自己 是一个罪人 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 所以我相信 他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每个人从他身边经过 有声无声的 可能都对他 投去了异样的眼光 对他讲去了很多 让他心里面 受到伤害的话语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面 在这说出了这一个人 他有一个心里面 极其大的一个痛苦 我想他会说 我也不希望这样 我也盼望 我能够像个正常的人一样 我也盼望 我能够得到医治 我也盼望 我能够进到圣殿里面 跟你们一起来朝见神 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做到这一件的事情 他没有资格 可以进到圣殿的里面去 因为在立位记告诉我们 但是律法规定 身体有残疾的 是不能够进到圣殿的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想 我们大家在这里 好像听到的 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乞丐的故事 但是我们也相信 今天在我们读到这个人的时候 盼望读到的是你 是我 这个人 他是终身 是瘸腿的 我想最好形容他的一句话 就是立志行善 由得我 行出来 却由不得我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一节的经文 在罗马书第七章 第十八节 形容这个瘸腿 他有心 但他却没有力 弟兄姐妹 不知道在你我身上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好像很多的时候 我们想做 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不想做 我们却被迫 好像要去做 这是一个瘸腿的人 他的一个的情形 一个最经典的一个的描写 在我们的身上 瘸腿很多的时候 它不一定是一个病 它可能是我们的生活 的一个的形态 是我们正常生活的 一个反应 你知道当人堕落以后 我们人的大脑 它只是为了生存而设计 它不是为了成长 所以今天很多的事情 你只要能够够得着 可以了 它就不会再想着 去花更多的时间 去努力了 就好像我们身体身上的 很多的肌肉一样 因为我瘦 我的身体觉得 我好像用不着 这么多的肌肉 所以肌肉它就不会再长 很多的人觉得它不够 所以它就去健身房 它就不停地做深蹲 做举重的事情 让肌肉好像感觉到说 这个人好像很有需要 所以他的肌肉 就慢慢开始长起来 心肺也是一样 你如果平时从来都不跑步 你都是走路的话 你的心肺说 这个足够它生活了 所以你的心肺 它就不会成长 它可能每小时 就要跳七八十下 才能够供应你的血液的需要 才能够让你的血液 到达你的全身 当它有一天发现 你这个人怎么 消耗得这么快 我需要跳得更快 需要跳150 160 才能够满足你的时候 而且这个 次数越来越多 需要的时间越来越多 发现这个人 每天早上起来 我的心脏都需要来满足你 他发现你这个人不一样 所以他就要开始变得强壮 他说我要变得强壮 来支持你这个人的生活 支持你的心脏的运动 所以你发现 其实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 如果外面没有这个需要 我们很自然就落在一个 生存的这样的情形的里面 很多的时候 我想在我们属灵的里面 更是这样 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 从来没有觉得我需要主 从来没有遇到任何的难处 弟兄姐妹 你里面属灵的生命觉得 已经够了 不需要参加祷告也没问题 偶尔礼拜天来读一下圣经 平时不读也可以 但是当你真的里面产生可慕 当你常常觉得 需要用到里面的力量 需要用到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能力的时候 里面的生命说 这个人不一样 他好像需要我 他好像非常需要我 他就开始产生他的 从里面来的力量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瘸腿很多的时候 讲到的 不只是外面天生的缺陷 也是讲到我们这个人 常常有心没有力 让里面觉得没有这个需要 很多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可能觉得 我不是一个瘸子 我好像生活里面 我各样各样的事情 我都能做 没有任何的缺乏 你有没有想起圣经里面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少年观 他不但是少年观 并且他也遵行所有的律法 对不对 耶稣问他的时候 他说这条这条这条 我全部都什么 遵守了 在我们人看来 他怎么可能是个瘸子 在我们看来 他生活里面 好像没有任何的缺乏 他年轻聪明 有地位 有学识 而且非常的谦卑 愿意来寻求耶稣 跪在他的面前 在人看来 他绝对是不是一个瘸子 但是耶稣在这里问他说 你缺少一件的事情 你要变卖你所有的 来跟从我 他有没有做到 他没有 所以在他身上 有一个瘸腿的地方 是什么 可能是他的金钱 对不对 这个金钱捆绑了他 让他没有办法 起来行走 弟兄姐妹 今天在你我的身上 有没有哪一个的东西 成为我们的瘸腿 让我们没有办法 起来行走 他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 他不一定是不好 可能只是你的一个习惯 你的一个兴趣爱好 但他却抓住了你 让你觉得 我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两夫妻 一起吵架的时候 可能吵到最后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我天生就是这样 对不对 弟兄姐妹 天生的不一定就 就不代表没有错 天生的有可能也是问题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我天生的就对 所以今天常常我们在一起 有很多的摩擦 我想在这里面 讲到这个瘸腿的时候 讲到我们这个人 生来就是瘸腿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 自己里面 有很多不够的地方 我们才会在这里寻求神 二十多年以前 这个宋长杰博士 他曾经在江苏徐州 领个布道会的时候 许许多多的人信耶稣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现在有许多的人 好像瘸腿的一样 坐在那里等人帮助 向人要钱 要东西吃 因为不能起来行走 所以越来越肥胖 更不会起来敬拜主 另外有些人 常常来听道 但从来没有想过去行道 从来没有想过去付代价 起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当我们听到宋长杰 在这里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 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 对照我们属灵的生活 或多或少 在我们属灵的情形里面 我们也是一个瘸腿的人 很多的事情 今天成为我们不能往前的理由 可能是我们的婚姻 可能是我们的孩子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可能是我们的经济 弟兄姐妹 你在这里时候回想 是否有一件的事情 让我们落在瘸腿的里面 让我们落在有心无力的里面 所以这个瘸腿 讲到我们救灶生命 我们天然人的生命 一个常有的情形 第一点 讲到生来瘸腿 这个人不但他生来瘸腿 第二点讲到 这个人也是一个天天被人抬来 天天被人抬来 我想回到刚刚那个讲到 生来瘸腿 我自己其实 我自己是蛮有体会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 就像是一个失去的盼望 我觉得是一个 落在一个瘸腿的情形里面 我这样的经历非常非常地深刻 当我在读高中大学的时候 那段时间我非常非常地悖逆 所以我跟所有的人的关系都不好 我跟我父母非常非常地糟糕 我觉得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 我觉得我为什么 从我五岁开始我母亲就生病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那我父亲做生意 也没有太多的亲事 他要照顾我们孩子 照顾我们的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家 真的是一团的糟糕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常常听到别人来家里要债 常常听到我父母夜里的吵架 所以我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满意 那我到了学校也是一样 我觉得这些老师好像 都是好像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读音乐学院 在那个时候 慢慢中国好像开始流行起来 这种的关系 走关系 那个90年 2000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些老师 好像他们给别人补课 上小课 然后这些怎么样 好像他们都戴着有色眼镜一样 跟那些同学关系也不好 常常就是找他们借钱 跟他们出去 这个年轻的十六七岁的时候 跟他们去干各种的事情 到最后的时候 我这个整个人生 好像出现了一个极大的 一个的崩溃 所以我就离开了我生活的地方 离家出走 我就去了北方 去了北京 然后在那里打工 我非常非常深刻 一个的感觉 就是我每天都不想醒来 因为我醒来 我觉得我人生也没什么盼望 我觉得我举目没有一个亲人 没有一个朋友 我晚上也睡不着 这个晚上也不容易睡着 因为你心里面就是很烦 所以落在那种 没有任何指望 没有任何喜乐 没有任何盼望的里面 你觉得你的生活 真的不可能再往前 你也不知道 你明天会怎么样 所以落在那样的情形里面 我真的觉得 人生就是一个瘸腿的情形 我想这个瘸腿的人 他每天醒来 他只能天天被人抬 如果今天抬他的人 能够早点来 他就能够早点去 过他的乞讨的生活 如果这些人今天有事 说我不能来 他今天就不能够 去过乞讨的生活 他今天一天的生存 可能就有问题 那这些人可能 忙了一天很累 说我要晚点来接你 我今天要先 忙家里的事情 我要先去接我的孩子 他可能晚来接 那这个人可能要 忍受寒冷 忍受饥饿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人的人生 不在自己的手中 这个人生 他没有办法自己来掌握 圣经在这里说 他天天被人抬来 饭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饭 这个字好像非常的生动 这个人好像不像是一个人 他像一个物品 今天我们把物品放在这里 我们把物品放在那里 但是这个人 他就像一个物品一样 他没有自主 他只能任人在这里 放在这里 放在那里 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讲到人 天天被抬来 被抬去 没有能力 去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好像很容易被牵引 对不对 我们的生活一天 常常要受到 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影响 受到工作的影响 我现在孩子稍微大一点 七八岁了 我发现 我每天回家以后 要陪他们写作业 有时候还要课外活动 每天晚上 有时候还要 给他们洗澡 哄他们睡觉 你发现 你所有的事情 都被很多外面的 排得满满满满的 到周末也是一样 你发现 如果是被这些事情支配 有时候还行 毕竟不是一件 罪恶的事情 但是今天 有时候很可悲 我们常常被一些 罪恶的事情所影响 被这个世界的潮流 所影响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 自己行走 好像被这个世界 抬来又抬去 在圣经出埃及记得里面 讲到 当这些以色列人 在埃及围奴的时候 圣经讲到 他们天天有督工 在后面督着他们 把更重的活 加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每天 祸泥 砌砖 然后做田间 各样的工 他们本来是 何等荣耀的一群的人 是神所拣选出来的 一群人 但是今天 他们却成为一群奴隶 没有办法选择敬拜神 只能在这里 替法老做工 好像每天都很忙碌 早上起来就货砖 弃墙 圣经说 他们在这里建 两座的城 积货城 这两座积货城 是给法老 用来堆放各种货物的 在人看来 他们每天都很忙碌 好像都在做事情 但是其实 他们都在为法老效力 为这个世界效力 他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生活 所以当神呼召 摩西来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他们能够自由地来敬拜神 要离开这个地方 去敬拜神 这是神在人身上的旨意 让我们离开原本有的情形 离开原本老我对我们的束缚 对我们的影响 对我们带来的伤害 让我们起来能够自主 但是这个瘸腿的人 他不是这样 他天天被人抬来抬去 所以瘸腿 是我们救灶生命的情形 一条死掉的鱼 它是没有办法决定游的方向 水流把它冲到这里 就是这里 水流把它冲到那边 就在那边 它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但如果这一条鱼 是一条活鱼 是一条有生命的鱼 它不但可以选择往哪里游 它甚至有时候可以逆流而上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但在我们救灶的生命里面 我们很自然地 就会受到很多事情的影响 所以这是第二点 讲到天天被人抬来 这种瘸腿的情形 是我们救灶生命的一个情况 那第三点 是求人周记 我们看到 他每天都被人抬来 放在店门口 在那里向别人要求周记 他的人生一辈子 四十多年 都在这里当乞丐 不管刮风下雨 不管烈日普照 他都得在这里做同样的事情 他的指望都在别人的身上 今天可能运气好 多有几个钱 今天如果运气不好 可能颗粒无收 他在这里过着一个乞讨的生活 我想也许在他生命的初期 他可能曾经尝试过 努力过 他也可能有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但他一次又一次地 被无情的现实所打败 被人心所散透 在这个时候 我想这个瘸子所生发出来的盼望 他已经从理想回归到了现实 所以在圣经的里面 他向人乞讨 所以当彼得约翰看着他的时候 他也从来没有想在 这个耶稣的伟大的使徒面前 想要更多别的东西 他只是希望能够得到 一点的金钱而已 这是一个我们落在 长期落在一个瘸腿的里面 我们很自然有的一种的反应 所以很多的时候 理想可能可以很饱满 但是现实确实就是那样的残酷 就像我们小时候 可能都有这个愿望 都有那个愿望 但最终我们常常 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 人在江湖就是身不由己 这是我们常有的情形 所以在这里讲到 这个瘸腿的人 他这种过乞讨的生活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就是 他已经忘记了 他真正的需要 他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已经过了太长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 我们人在地上 或接受的教育 身边所受的环境 也常常让我们忘记了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 这些就够了 就像今天我们看 我们周遭所有的人 他们追求的是这个 我们以为 我们也就跟着追求了 他们认为这个很好 我们就跟着去了 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 人心里面最深的需要和满足 我们常常在这里看到的 都是物质的享受 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 我们忘记了人 真正需要神的救恩 永恒的生命和神的应许 第二个讲到这个瘸腿的人 他40余年 他生活在这种不正常的人生当中 他忘记了 他其实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他可以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在19世纪的时候 这个狂人尼采出来以后 开始了一阵的反神的运动 所以今天好像这种运动的思想 这种世俗的影响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人已经忘记了 人是有神的 是信神的 这种正常的人生 似乎都已经忘记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这个世俗影响 越来越大的原因 有一个世俗化的神学家 郭克世 他认为 神的观念已经过时了 所以他们会说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 礼拜堂天天去敬拜神 我为什么一定要重生得救 我为什么一定要信独一的神 我为什么要有基督徒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遵行圣经的教训呢 我们人类在这样瘸腿 在这样病态的人生的观景中 生活太久太久 以至于我们忘记了 一个健全正常的人生 这是我们近代人 一个最大 我觉得是一个可怜的地方 我想很多的时候 我们虽然会落在 救灶生命的情形的里面 但是当我们重生了基督徒的时候 当神的救恩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常常会给我们一个的提醒 虽然这个瘸腿 这个瘸子 他的一生这样的无用 无助 无能 没有盼望 但是圣经没有停留在这里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 当圣经往下走的时候 讲到人 似乎在这里尝试着 也去对他有一些的帮助 但是人的帮助 有时候也是非常的有限 人的帮助非常的有限 那第一点讲到人的同情 非常的有限 人的帮助非常有限 那刚刚已经提到 这个人 他需要天天有人来抬他 所以 这抬他的人 可能是他的亲戚 也有可能是他的好朋友 也有可能是他的邻居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远程无清淡 对不对 这个常常也讲到 酒病传前 无孝子 酒穷家中 无闲妻 这就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现实 所以今天有人愿意来抬他 我们觉得感谢主 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些人的帮助 有时候也只是把它抬到这里 他没有办法让这个人 重新改变他 我想在这个圣殿的门口 走的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的人 这个圣殿是一个 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 所以不单犹太人在这里敬拜 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 罗马帝国 希腊帝国的人 他们每年到了御月节 到了一些大的节期的时候 他们都会来登耶和华的山 来奔雅各神的殿 他们都有可能会来到这个圣殿 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人 但是每个人可能在这里看到的 就是给他一些经济的帮助 给他一些的同情安慰 但是在这个的里面 却没有办法真正地去改变这个人 我们常常也试着去帮助别人 我们想我们常常 可能也都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常常为别人祷告 怎么祷告就不见好 我们有时候怎么去安慰他 结果越安慰 他好像情形越差 我们越去给这两个人劝和 结果最后他又吵得越厉害 对不对 所以常常我们觉得 好像我们的帮助 是何等的有限 我刚刚提到了 我的母亲她在这个 她25岁的时候 也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5岁了 她就开始生病 卧床不起 那我父亲非常的爱我的母亲 她在这个我母亲 卧床不起的十多年 她每天都在做饭 给她洗衣服 送我们两个孩子读书 所有的事情 她又做爸又做妈 所以在这个十多年的里面 她这个一日又一日 在这里服侍她 但是她曾经跟我说 她有一次 实在是 她说她有一次 跟这些朋友们去 那个时候她还没有信主 所以她就跟朋友们去 搓这个麻将 搓完麻将回来的时候 这个护士就责备她 说她怎么丢下这个妻子 自己去快活 那当我父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她十多年的这种的压抑 这种的委屈 这种的里面的伤心难过 全部都出来 所以她在那个 她说她在那个夜晚的时候 她就走在这个街上 她觉得 她的人生 好像 完全是 无奈 她很爱 我的母亲 但是她全没有办法 叫她能够起来 让她能够从床上起来 也没有办法 过一个好像正常的家庭的生活 所以她越走越伤心 越走越伤心 越灰心 走着走着 她突然听到 诗歌唱起来 原来在她不知不觉走的时候 她经过了一个教堂 在这个教堂里面 正在那里祷告会 在那里唱诗歌 所以她就进去 那进去的时候 她就坐在那边 坐在最后 她啥也没做 但是这个诗歌唱完的时候 那个牧者就在带祷告会 有一点的分享 正好讲到约翰福音十六章 讲到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在我的里面有平安 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在那一刻 圣灵就在那里做 很奇妙的工作 我们人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人没有办法胜过 我们身边很多的环境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我们的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在外面 可能有很多的苦难 但在主的里面 可以有平安 这句话 神就做工在我父亲的心里面 所以我父亲他说 当他那天晚上出来的时候 夜还是那样的黑 风还是那样的大 回到这个医院的时候 我母亲仍然躺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说 他的心完全不一样 他知道他里面有了一个盼望 他知道他心里面 有了神的一个圣灵 做工在他里面 加给了他的力量 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对人的帮助 是很有限的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够爱他 但是我们的能力不够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有能力的人 但他并不一定爱你 他可能都不认识你 他也不在乎你 所以人的帮助常常有限 我们很多的时候 越渴望从人的身上得到满足 得到帮助的时候 常常也会落到更深的痛苦的里面 也会落到一个失望的里面 所以这是人对我们救灶生命的帮助 是非常有限 第一点 第二点 讲到这个殿的美门口 它被放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美门 传说是在圣殿的东边 用哥林多的一个铜 在那个地方出厂的铜 制作的一个高达 75尺的一个 非常宏伟的一个铜门 这个门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宏伟尊荣的一个门底下 却坐着一个瘸腿的人 我们可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 也是一个折磨 因为他可能很想进到这个门的里面 却没有办法进去 从这个门里经过的每个人 都是观鲜亮丽的 有祭司 立位人 犹太人的领袖 当官的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他们在那里赞美神 在那里敬拜神 在那里有歌声 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祷告的声音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 却有这样的一味的乞丐 弟兄姐妹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身边的环境 跟我们里面的情形 也可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情况 很多的时候外面 可能可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聚会 但在我的里面 可能仍然非常的忧伤 这里面所有的氛围 所营造的气氛 好像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 不能够摸到我们里面真正的需要 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 它有美丽的山川河流 它有大海星辰 它何等的美丽 这里也有人所造的高楼大厦 科学人文 也很繁华 但是它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 没有办法摸到 这个正在门边的这个乞丐 它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里面的空虚 不幸 恐惧 孤单 悲哀的感觉 我们人的一生 有许多的痛苦犯罪 疾病 饥饿 灾难 等等各式各样的事情 但是这一个的美门 站在一个圣殿的门口 却没有办法叫我们里面 得到满足 没有办法叫他得到生命 所以很多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疑事 疑文的旧样 没有办法叫人得到生命 没有办法叫人得到生命 我们常常觉得 如果我今天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我这个人就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落在一个难处的里面 我们觉得 也许过五年我就会不同了 过了这一关我就不一样了 我在弯曲这个样子 如果我可能换个地方 我就不会这样 你说我跟这个人会这样 我在这个公司 我是这样 我今天换个地方 我就不会这样 今天我们常常觉得 只要环境改变了 环境好了 我就会不一样了 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 她的人生没有满足 她觉得是我的丈夫 第一个丈夫不够好 所以她就离了 结了第二个 发现第二个这个好 这方面好 那方面不好 所以她又离了 又找了第三个 找了第四个 找了第五个 她以为她可以通过 不断地换环境 可以让她的生命不一样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 知道 她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所以耶稣才说 你要的水 在我的里面 有真正的活水 可以叫人得到满足 以色列人 他们不但在埃及埋怨神 他们在旷野也一样埋怨神 我们以为她只要离开奴隶的地方 她的生活不一样了 自主了 她应该就不会埋怨神了 没有 她在旷野一样埋怨神 哇 你说这个旷野也不容易 因为天天要漂流 好吧 她进入渣男 进入渣男 仍然埋怨神 所以人里面的罪性 老我 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 其实我们看看 我们自己就是一样 如果我们这个人 是一个 就是一个容易去 去这个 去背后 比如说 说人 这个背后论断的一种的情形 我们不会环境好了 我们就不论断 我们一定会找到地方 让我们可以说两下 所以环境没有办法把一个人 真实的情形给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店的美门口 虽然外面看起来非常的好 有好的环境 有好的人 但是仍然没有改变瘸子的情形 那第三 是讲到金和银 我想彼得和约翰 他对瘸子的情形 非常非常的了解 他知道 不管我今天给他多少的钱 瘸子仍然是瘸子 钱不会叫瘸子能够起来行走 他仍然要过一个瘸腿的人生 有一个遇到故事 这个遇到故事讲到就不是一个真的故事 它是一个很有寓意的一个故事 那讲到有一个国王 他非常的吸睛如命 所以他有一天 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 所以他可以满足他一个愿望 所以他说 他说我希望我所有摸过的东西 都能够变成金子 我富有 这个天使说 好的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他所有他能摸到的东西 都变成了金子 那他非常的开心 但那一天他要用餐的时候 他想要吃东西 结果手一拿这个食物 食物就变成了金子 他有点懊恼 但是没关系 我有钱 我可以请个人来喂我 对不对 所以他请人来喂他 结果一位一高兴 不小心摸到这个人 这个人也变成了个金子 所以到最后 当他晚上的时候 想要躺到床上去睡觉 原来是软软的被子 席梦思 一弹 都变成了金子 冰冷冰冷的 很硬很硬 所以他 他这生物好像没有办法继续 所以他就再次的 这个请求这个天使 把他这个能力给收回 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讲到 他的这个起居饮食 这个起居饮食 当他都被这个金钱 所充斥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他的温度 失去了他应该有的功用 我们今天我想 我们很多的时候 以为金和银 可以解决我们很多 生活里面的东西 但是很多的时候 金和银也改变了 我们生活里面 很多的情形 让我们原本有温度的人 变成了没有温度 原本有距离的 这个两个关系很好的 产生了距离 我想这个瘸腿的情形 他在这里想要通过 祈祷的 需要人给他经营 成为他生活中的满足 但是每一天 他都需要做重复的事情 需要做重复的事情 所以约翰和彼得知道 他真正的需要 所以他说金和银 我都没有 但我要奋拿上了人 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他知道这个人里面 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 在教会历史上面 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过 在13世纪 有一个非常重用的神的仆人 叫托马斯·阿奎纳 有一次他去教廷建教皇 那个时候 中世纪教皇非常非常有钱 因为教皇的权力比国王还大 教皇有很多很多的田厂 很多的地业 所以他就跟阿奎纳说 他说我们今天 已经不再像这个初世纪 那样金和银都没有了 今天教会非常的富有 但是阿奎纳 非常直接地回答教皇 我们虽然今天 好像说金和银 我们都有了 但是拿撒的人 耶稣的名 我们却没有了 弟兄姐妹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 很多教会 我们神的儿女们 我们常常有的一个软弱 我们今天 常常好像也落在一个 通过外面的物资 想要去帮助别人 外面的物资 好像越来越丰富 但是却失去了圣灵的能力 我们今天 我最近 因为在教会的服饰 常常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的 一些的宣教士 特别是接触到非洲的宣教士的时候 其实教会 福音进到非洲 已经非常非常长的历史 但是到今天 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心痛的 一个的感觉 就是那里的人 好像似乎 仍然在过着一个 想要的一个生活 今天这个西方的国家 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慈善机构 不断地把东西往那边送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几十年过去了 到今天 人的生活 人的心态 似乎都没有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常常 也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来反思 我们的宣教的策略 我们要给人的 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不是说 那些东西不重要 我觉得帮他们打紧 帮他们提供一些 生活的物资的必须 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们今年教会 这个6月18号的周六 我们会专门教会 有宣教周末 我想三股也可以 同时进行 我们就是要 我们要通过 因为非洲的人去 小朋友或者他们的妇女 他们去打水 人均需要走六公里 差不多四个麦去打水 每天需要去走四个麦打水 为了让我们能够体会到 他们一点的辛苦 所以那天我们全家人 出去跑四个麦也好 走四个麦也好 我们会报名 报名的时候 他会把那个 给我们一个号码牌 那个号码牌上面会有 我们资助的人的照片 放在那里 就好像我们去体会他的生活 那我们所有的报名费 所有的奉献 都会给他们去打紧 给他们接水管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 我们也要做 要继续做 但是这种姐妹 因为我们也知道 金和银 他的帮助是何等的有限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 今天其实这个瘸腿 我想他在这里面 他在从这四十多年 看过各式各样的人 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环境 有时候他也可能收到很多的钱 有时候可能没有钱 但这所有的情形 到今天 到彼得约翰见他的时候 他仍然想要的 仍然是暂时的需要 外面的需要 他没有更多的奢望 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很有意思的是 当这个记载到这样的时候 彼得约翰 圣经说就定睛看他 然后圣经又说 彼得就让那个人也看他 那个人就定睛看着彼得 你会发现 在这么一段的经文里面 为什么好像需要 用到两次的眼睛的这种 看他 回看 需要这种对视 需要这种交流 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的领会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我想当彼得约翰去定睛 看他的时候 他看到了 这个人是一个有盼望的人 这个人不应该是 这样的一个情形的人 他看他的时候 他带着信心的眼光 去看他 所有的人经过那里的时候 可能给他丢钱 给他帮助的时候 可能都不会正眼看他 但是今天 当彼得约翰经过的时候 他定睛看他 因为他用信心的眼光 看到这个人里面的需要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尝试着 用信心的眼光去看别人 看一个落在难处中的人 我们有用什么样的眼光 去看待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 去看待我们的配偶 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 去看待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 我们校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眼睛里面 只能看到对方的无奈 对方的软弱 对方的瘸腿 还是我们从信心的眼光看到 他也是神所爱的 他也是神要宝贝的 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不但定睛看他 也让这个瘸子看彼得 我想让这个瘸子 看彼得约翰的时候 可能是要让这个瘸子看到 我跟这个约翰 彼得跟约翰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所以当这个瘸子 起来行走的时候 圣经里面没有提到 他马上感谢彼得约翰 他乃是起来赞美神 因为他看见彼得约翰的时候 他看见的不是外面的人 他看见的是背后的什么 神在他们的身上 是那个拿上了人耶稣的能力 在这两个人的身上 所以彼得约翰说 你看我们 不是他们有什么好看 乃是要让他知道 人都一样 但是今天不一样的是 当这个人里面有神的时候 他会不一样 今天当我们去医院里 如果我们生病了 需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的时候 当我们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 我想你回头的时候 你不会去感谢这个手术刀 这个手术刀太好了 这么锋利 做工这么好 你也不会去感谢那双手套 虽然你好像看见的是手套 看见的是手术刀 但是你知道背后 真正在操作的是背后的那位医生 所以我们会去感谢这个的医生 同样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也是一样 这个瘸子知道 今天他看见的虽然是人 但他背后真正在这里行神迹的是那一位神 所以今天他看他的时候 知道背后有主的同在 有神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分享最后一点 这样的一个让人绝望 这样没有盼望的人 他要经历生命的蛻变 第一点 他跳起来 站着 又行走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写使徒行传的是路加 路加是一个医生 所以他对这些疾病的描写 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好 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好 他对病的描写 都是特别特别的清楚的 所以圣经在这里描写 说他的脚和怀之骨 立刻健壮了 这是个天然的疾病 不是他后天造成的 是他原来有缺陷 这个骨骼本来就是没有能力的 是有缺乏的 但这个时候他却立刻健壮了 我想这个神迹 真的是比冬奥会运动健将 这个叫什么 那个骨爱玲 这个骨爱玲 我们看他这个旋转 他旋转的这个 一千多少 一千四百四十度还是 他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做过 唯有他完成了 撞这么多圈在空中 然后能够平稳落地 所有的人都欢呼尖叫 我想今天在这个地方 远大过那个奇迹 因为这个人 他瘸腿了四十年 他第一次体会到了 双脚踩在地上 是什么感觉 第一次体会到 两只脚可以一前一后 走路是什么样的快乐的感觉 他第一次发现 我可以跳起来 弟兄姐妹 我想这一个 给这个人带来的冲击 是何等的大 弟兄姐妹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计划 也不是让我们每天 被人抬来抬去 祈祷过日子 不是每天这样垂头上气 每天睡不着觉 早上不愿意醒来 这样的日子 神要让我们走进 他自己的旨意的里面 这个旨意拥有活泼 精彩 充满动力的精彩的人生 弟兄姐妹 你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受吗 弟兄姐妹 我经历过 我刚刚跟你提到 我曾经落在那样的难处的里面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 非常自卑的人 在我人生前25年 我是个很自卑 很不说话的人 但今天我话 虽然也不是太多 我只有讲到的时候 话稍微 大家都是憋出来的了 每一句话我都写下来 因为我实在不太善于言辞 我也是个不太能够少讲话 跟人少讲话 这个恩惠甘走 他知道我这个人是 让他 他这个情感很丰富的姐妹 所以他跟我结婚这些年 他也学会了怎么样 跟一个这种 这么理性 没心没肺 这么个干铁一样的人生活 弟兄姐妹 我原来的生活就是那样子 但是当我整个人 经历了生命的重生以后 我发现生活不一样 我每天可开心地 迎接每一天的生活 每天醒来 我就觉得太好了 人生充满了盼望 早上起来 这个临修 临修完了以后 去跑个步 你知道人生最难干的两件事情 我都干完了 所以今天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都觉得 都没有问题 去到教会 遇到一些挑战 这个比我刚刚 这个跑步的那个 冲得我的上气不接下气 容易应付多了 遇到一些 属灵的难处的时候 刚刚读的神的话语 又成为我里面的帮助 所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也不觉得 你今天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因为你最重要的事情 都做完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人生 怎么可以这么精彩 虽然有时候 这个孩子 有时候现在越来越大 有时候也调皮 有时候看着他做功课 心里也焦急 但是看看我自己 我觉得我七岁的时候 比他差远了 神会看顾他 神会爱他 所以我觉得 真的让我能够跳起来 又站着又行走 让我整个人生不一样 我觉得不是因为 外面改变了 我这个人的外面 到今天 我仍然是一穷二白 但是在我里面 我却何等的丰富 在我里面 我知道有主的生命 在我的里面 所以让我可以 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所以以福所书 第二章第五节 圣经讲到说 当你们死在 罪恶与过犯中的时候 我们的神 便叫我们与基督 一同活过来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词 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承不承认 我们都死在 罪恶与过犯之中 我们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 这个罪恶与过犯 在原文里面 罪恶表示不急 过犯表示过头了 就是我们这个人很想 什么事情都做到完美 但从来都没有 要不就是做得不够 要不就是做得过分了 有时候应该说的话 我们说不出来 有时候不应该说的话 我们又说得过分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形 所以圣经说 我们每个人 就好像死在 罪恶与过犯中 永远达不到 中间那个靶心 永远达不到 那个要求 所以靶心之外 都是罪 罪恶与过犯之中 但是圣经说 他叫我们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不但活过来 还要一同坐在天上 坐在天上 就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就是从更高的地方 看这个世上的情形 而且要将 它极丰富的恩典 来赐给我们 弟兄姐妹 瘸腿给我们的感觉 是死亡的感觉 是不能动的感觉 但是今天 他能够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他活过来了 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可以在这里经历 这样的 好像生命的一个蜕变 这个生命的蜕变 是外面可以看得见的 让人在我们的身上 看见我们 过得不一样的生活了 有时候我们的病 得到医治了 有时候我们的家庭和睦了 有时候我们这个人 性格改变了 这些外面都可以 让人体会到 让人看到 所以圣经说 这些人看见这个人 起来 他们就赞美神 这些人又就满心稀奇 这是生命蜕变 带来的第一点 讲到外面的一些的改变 那第二点 是讲到进了殿 赞美神 这个瘸腿的 他不但外面身体发生了变化 立刻健壮了 而且他整个人里面 人生的方向 人生的重点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原来天天过乞讨的生活 所以他每一天 就希望自己能够 遇到一个对的人 遇到一个有钱的人 遇到一个有好心的人 他天天 他的重点都在人的身上 但这个时候 他的重点 转到了神的身上 他原来没有办法进到圣殿的里面 这个时候 他可以进到圣殿的里面 弟兄姐妹 进到圣殿 不是我们今天一步跨进去而已 对这个人来说 是他恢复了与神的关系 恢复了他作为犹太人的一个的尊严 所以当犹太人得了大麻风的时候 要被赶到旷野里面去 弟兄姐妹 虽然外面的麻风 让他非常的痛苦 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极深的痛苦 是因为他要离开他的同胞 要不能够进到神的殿里面 去敬拜神 这个瘸子也是一样 他里面极深的痛苦 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殿里面 来去赞美神 但是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神改变了他 其实神一直在我们身上 做同样的事情 神在全地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圣经创世纪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地是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但神一来的时候 他就让光明来到地上 并且分开 所以圣经里面 常常要分开 光和暗要分开 陆地和海水要分开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神做的事情 就是把混沌 把这些混乱 变成有序 把黑暗要变成光明 这是神在做的事情 这是神的创造 神的创造 就是在这里做 重新的恢复有序 今天神在人的身上 也做新的创造 也是一样 让我们这个混乱的人生 让我们这个被罪恶 充满的人生 重新好像有了次序一样 原来我们看中的东西 其实他不应该那么看中 原来我们忽视的东西 现在要重新去看中他 原来我们的人生 一团乱 一团糟糕 这个线头都理不清楚的 让人看了都 这个头都要爆炸了 但神要改变我们 让我们生活被理出来 很清爽 让人看了都很舒服 让人在我们身上 一碰到我们的时候 觉得 这个人不一样 他好像很干净 弟兄姐妹 这是神在人身上做的 这个瘸子也是一样 所以神要在这里恢复他 原本有的一个的形象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仅 我们要求的 不只是得救而已 我们要求神在我们身上 恢复一个更加有序的人生 恢复一个更加丰富的人生 仇敌来就是要偷窃 杀害和毁坏 这三个讲到 讲到都是好像把东西弄乱了 这个弄得一团糟糕 但是神来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弟兄姐妹 求神也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能够每一天都被改变 每一天都被更新 经历生命的蜕变 原来我们可能在店外的 主啊 让我们能够进到店内 原来我们在这里只是感谢人 好像感谢这个环境 感谢这个运气好 但我们今天能够看见背后 神的座位 起来能够赞美神 第三点 最后一点 我们都知道这个瘸子 他的一生都在 别人都在这里帮助他 都在这里接受祝福 但是当我们看见圣经 在这下面的时候 他却成为了别人的祝福 当彼得约翰在这里 做见证的时候 身边有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使徒行传第三段 我们往下读的时候 我们发现 彼得讲到五千人信主 我想这五千人信主有多少的人 可能是因为这一个身边 有这一个人为他做见证 看到这个人身上的改变 而起来信主的 这些人看见这个瘸腿的圣经说 看他起来赞美神 哦 弟兄姐妹 这个人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 被人看见了 影响别人了 所以他们就满心地稀奇 所以这个我想今天 我们常常也是 求助来帮助我们 我们常常有时候去 看望一些落在难处 落在身体疾病中的 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想我们需要 常常为他们祷告 但是我想我们也 常常需要提醒 也提醒我们自己 当我们落在难处中 落在疾病中的时候 我们的眼目 不要只是单单定睛 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要尝试着让自己 也能够成为一个 祝福别人的人 当我们什么时候 起来给别人的时候 起来祝福别人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你是丰富的 你有东西可以给 你不再只是向人要 你能够为主做见证 这个瘸腿的 我想它能够 这么鼓舞人 这么让人兴奋 不是他今天 病得医治了以后 他就到处去告诉 他的亲朋好友 跑出所有人 告诉别人 让我们看见 他的人生 有一个的蜕变 有一个的方向 他的注意力 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 他要把这一切的荣耀 都来归给神 我们发现 那一天是何等的宝贵 这位瘸子 从瘸腿的 变成了强壮 他从需要被人抬 到自己可以起来 行走跳跃 他从被放在美门外 到可以进入到圣殿 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他从天天指望 从人那里得到什么 变成可以向神 献上赞美 从盼望得到身外之物 那一天 他得到了内在的医治 生命的健康 他从一个不被人注意 不被人看得起的乞丐 瘸子 成为一个尊贵的 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人 弟兄姐妹 这是生命的蜕变 在这里面 所有的蜕变里面的 这种改变的 截然不同的情形 盼望我们也都能够经历 盼望我们也都能够 得到一点点 我们的神太伟大了 他的能力没有穷尽 他今天也在这里盼望 能够让更多的人 起来能够行走 我想在这个世界 各个角落 各个地方 都充满了很多瘸腿的人 可能在我们的家中 也充满了瘸腿的人 可能我们自己 就是那个瘸腿的人 弟兄姐妹 今天神也要在我们身上 做一个奇妙的工作 今天神也盼望 我们能够起来行走 我们能够今天 能够过一个 截然不同的生活 生命 所以盼望在我们心里面 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让我们今天 能够跟昨天不再一样 因为神已经做成了 不是我们苦苦地哀求 不是我们好像 一定要在这里 好像一定要这个 苦行僧一样 我一定要做这个 做那个 做那个 不是 我们只要把自己 交在祂的手中 把自己的生命 降伏在祂的面前 圣灵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圣经教我们怎么样行 我们就怎么样 让自己整个人 降伏在祂的里面的时候 圣灵会做祂的工作 我们这个人 只是接受祝福 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想在每一个的世代 都有每一个世代 特别的挑战 同时在每一个世代 也有每一个世代 神特别的工作 求神今天 不但让我们自己 都能够起来行走 也让我们能够 效法彼得 约翰 用信心的眼光 看我们周遭的人 信心的眼光 看我们自己 看见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 我们是独居的名 是神所宝贝 神所呼召出来的人 阿妹 弟兄姐妹 好不好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 哈